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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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找個方法 可不可以讓英文進步 然後想說可以去澳洲 不要說去留學 去旅遊 現在就是英文 一定要英文到外地比較難溝通 國中高中 國小的老導師 全部都是英文導師 教英文的 可是我考試怎麼考都 60分 要不然就是60分以下 對 因為英文成績排名 永遠都是到處 所以我就很納悶啊 是我不喜歡他們教書的模式還是怎樣 就是這個模式怎麼教我就是學不會 然後別的同學都學超好的 我就莫名其妙 有點緊張 因為 想說 因為英文課我 我就是覺得自己 英文非常爛 就爛到一個不像話 因為老師會不會覺得我 我會聽不懂會覺得我會很煩那種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試試看那種感覺 因為跟老師上課的那個模式完全不一樣啊 你們課是為了活用英文的那種感覺 而不是因為考試而下去學英文 可是上完之後老師很有耐心 重點是耐心啊 對會去幫忙解惑 這講得爛爛的 可是老師不會介意啊 這次上課我講說是 我也覺得是應該的啊 然後我就 能講就講 不會講就 我就隨便講嘛 就 老師聽得懂 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用中文講 他就會再把那個句子造出來 再慢慢練 因為老師很多個 很多位 可以 感覺一下哪位老師 比較喜歡的上個方式 會像去補習班 去補習班的老師 不可能比這個線上課程 還要來得多吧 安排時間比較彈性啊 今天想再多上幾堂 我還可以再加幾堂 沒看過的單字 會試著去唸 雖然沒有完全對 可是 基本上 中間的幾個音節 唸得出來 比較明顯的是 看那個電影 那個 兩片的時候 對話 他們的 對話內容 有一些單字聽得懂